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日下午尋时间 今晚本来想早点睡 但大新闻也没办法 OK 网上传出 Sony 已经公布了 它的Alpha 9 第二代 虽然没有推出 真是厉害 但今次推出相当有趣的办法 以我们做的经验 Sony 出任何新机 都会有正式发布 我意思是中高级的机 一定会有新闻发布 以这些顶级机来计 以过去做法 即使不是全球性的计划 起码会有地区性 可能是美国搞一个 日本搞过 或者是欧洲搞过之类 即是会请当地的 相关行业媒体的记者去看 基本上是这样做的 但这部机很奇怪 这次没有 完全没有 它是采取一个相当奇怪的极度低调 在网上公布 当然了 我看那些影片的话 它是会给了几个行内的那些 就是国际有名的那些 那些摄影的YouTuber去试 当然了 我相信这些都是一些工作来的 就给他们拍了影片 就同步一次出 除了官方这条片之外 还有几个行内的 国际吸引YouTuber都会说 先和大家先看影片 A92 都不卖关子 直接和大家说 它根本就是 A9的一个改良版 最大的改良 其实就是 它的专业性能方面 主要是针对新闻这一行 正如我在其他影片都说过 Sony是很想打入体育及新闻摄影这个行列 因为一旦进入了里面的话 就不单只和Nikkon Canon去宣战 甚至将它军 上一次是在出A9的时候 它去到1秒20张的话 就已经和Nikkon当时的D5 和一些X Mark II去宣战 现在的话 出这部A92的话 简直和将军 为什么呢 它这次主要的改良 是针对着通讯社视频记者 在对影像传送方面 这方面做了很多功夫 反而在拍摄性能上 它也是在燃油基礎上做过改良 OK 先看影片 说明是professional 这次完全是一部专业机 这部专业机的话 真的是打专业市场 当然 我们这些业余玩家要玩的话 当然它现在是欢迎 外形的话 其实和这个A9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 即是去到这个级数 即是两边都有转制 这次有个改良的五軸防震 应该是去到5.5级的 应该是 主打的一开始已经说了 高速的有线传送 它用了这个GIG LAN 它可以插着一条LAN 直接送影像 都可以有个5G和2.4G的Wi-Fi 去传上 亦都是给视频记者 有个Voice的Memo 可以一边拍一边讲话 而且讲完的话 可以即时变文字 把JPAD都吃下去 机械快门的话 可以改良了 去到十张 去到十张的机械快门 可以 5.5级的五軸防震 它仍然是用双卡 都可以用SD 按键都改良了 是大了 好压了 手柄都改良了 好压了 完全是针对视频记者的用法 有个新的直到手柄 可以放两个Z电池 最压力的是 它改良了机身的防尘和防水滴 基本上 它沿用很多功能器 自动对焦 改良了 特别是 一些 运算能力更加强 它没有强强多少 都是24MP 但这次是针对专业上 给多很多材料上去 以荷书为例 都可以直接上它新的麦克服 OK 这部影片就两分多钟 就是这么简单的了 那我们一起看看 它文字上的什么好东西 OK A9 暂时官方出了这部影片 跟着其他影片 都是他们一些YouTuber出的 那我就 无谓转载他们那些 OK 这个官网改了 香港官网还没改 刚刚看过 中文的 大家都不用看 听我的中文讲解算 这个就是 美国的Sony 刚刚官网改了 你见不见到 主打照片 都是体育摄影 其实看到了 他过去的小时候 已经出了600mm的四光圈 400mm的2.8 这两支镜 都是给体育摄影记者用的 坦白说 这一陣子我都和一些 国际级的通讯社记者 都有联系 我都了解他们怎么看法 以我的了解 Sony 其实已经是 把这部机 扔给一些 专业级的 体育摄影记者 去试 也是叫他 一些 新闻摄影记者 试A9 了解A9 什么要改良 以我的所知 其实 现在一些记者 国际级的 他们如果试过A9 他们都会认为 A9的 Tracking AF的追踪对招 已经比他们 用了两个牌子 免得说 所以 对A9 2的话 A9如果是一个 1秒20张 这么厉害的追踪对招 陆续加上 IAF 已经是对Nikon Canon 在新闻摄影 和体育摄影 是一个宣战 这次的 简直是将军 看到吗 他主打是体育摄影 这次是 说明是一个 Working Pro 一个实际落场 拼的摄影记者 他们 如何满足他们 在速度和 在工作上的需要 很重要 这部机器是 4499.99美金 先和大家说 价钱 可能大家都很关心 很多时候 我们的视频 最后先说价钱 现在这部机器 已经可以在美国的B&H 订 美金的价钱是 4498 折合大概是 35300港币 35300港币 你们会不会买这部机呢 我看回 如果A92 无认为 你以至今的香港价钱 游 universo是23000 市价 官价价是16,990元 即27000要要赚 如果如果在美国的A9 現在的B&H網上價 即是市場價錢 是3,498元 即是折合港幣是27,000元 即是這個價錢與香港官價相同 但比香港市價貴大概4,000元左右 如果真的價錢比較的話 A92的美國官價比A9貴了1,000元美金 即是貴了8,000元港幣 大家看看值不值 我再講一下性能自己判斷 如果這部機器覺得它貴、便宜 你怎麼看呢? 如果我們跟它的真正對手比較 以D5為例 現在它的市場價 香港計算是行價 行價幾硬 4,000元 水貨價3,34,000元 如果DX Mark II的話 行貨價是市場是32,650元 水貨價是3萬元 你自己計算 你自己衡量 究竟這部機器如果是A92 如果他們香港的定價是35,000元的話 你會否值得呢? 當然如果是日後第一浸 第二浸之後 它可能市場上的價錢會回落一些 當然 具體也要看香港的Sony 如何定價 如果香港的Sony定價 比美國價貴的話 另一個故事 就算是打磨的話 以這部A92 現在市價2萬7,000元 如果A92貴8,000元 你們是否值得呢? 他們的帳數沒有大 連拍速度都是20張 他說會改良一些東西 制好禁止 對焦的運算快了之類之類 防塵防水好了 你們是否值得呢? OK一起看看官網怎麼說 這是美國的官網 看看他們怎麼說 先開始開場的照片 是體育攝影 為了速度、可靠 以及生產力而創造的 它主打的是2400萬像素 沒有多度 每秒20張 沒有多度 接著它有一個 可以插鏈線 去到GIG LAND 你知道嗎? 這是改良了 裡面是五軸防震 也是一個比較勁的防震 五級半 但是沒有提升到七級的防震 另外 它的觀察看法應該是更漂亮的 是一個True Finder OLED 等等等等等等 稍後再看下去 可以拍4K影片 稍後再看看 看看有什麼多 它有一些樣板照片 我就不開來看了 索性輸過去 看看它有什麼好東西 Build for Speed 主要這部機是為了新聞攝影 體育那邊 為了體育的Agent 而設計的 連拍就和上一部都是一樣的 有些是改良了 它說是 以它的調查會更好 自然對焦會更快 更準確 其實上一台也很準確 我不知道可以再準確 實際要試過才知道 所以在拍攝上 上一部已經登峰奏極了 即是A9已經登峰奏極了 這一代只是在上一個基礎上 做了一些輕微的改良 特別提到 一秒可以計算六十次 厲害了 現在的電腦速度真的超厲害 這是相當驚人的數字 電子快門可以去到三萬二千分之一秒 這也是沒有什麼驚喜 因為已經太厲害了 已經太厲害了 基本上一些東西在過去那一部已經很厲害 這部再厲害一點 它的感應器其實是一樣的 根據官方所說 感應器是沒有改變 同一顆感應器 另外提到 如果在自動對焦的話 在低光上高 是有一個明顯的改良 這方面會變好 這部機的對焦點 會有六百九十三點的 Face Detection 加上四百二十五點的 Contrast Detection 兩個是混合的自動對焦系統 涵蓋整個畫面的九十三個百 cent 我也問過那些體育記者 國際級那些 他們說這個闊區的對焦點 真的很有用 因為在體育視頻記者來說 現在他們已經沒有時間 把這部機對焦再重新構圖 最好不要觸控那部機 基本上他希望畫面 更加廣泛的對焦點 是有好處的 不用問這部機 一樣是有它 A9現在最新版本的 一個是 View Time 實時的 一個是IAF 左眼右眼都可以 又可以選左眼右眼 拍片那裡 都是有View Time AF 這部機真的做製作 做拍攝 真的都相當正的 做了什麼好東西呢 OK 又是體育攝影 繼續強調體育攝影 這部機很明顯 真的是針對體育記者 CMOS也是上一個 沿用上一個 影像處理器是新版本 一個最新版本 更加正的 詳細大家自己看 不解釋 他說正一點就相信他 特別一件事 他強調這部機 是有一個重新設計的 一個快門減少震動的結構 為什麼呢 如果你在機械快門方面 有輕微的震動 都會影響張常 用電子快門當然可以 但問題是 市民師仍然希望 用機械快門減少震動 這部機就說會在這方面做了功夫 在快門方面 使得它更加震動更加少 而且壽命更加長 這個 應該有50萬次 更加強調 這部機可以一樣 插上新的麥克風 以後用完這支原裝的麥克風 這支原裝的指向麥克風 就是ECM B1M 這支Shortgun的小麥克風 插在機頂的Hot shoe位 就不用再插線 這個相當正 大家拍影片都知道 這些線插來插去很麻煩 當然如果要做專業製作的話 這支麥克風是無法拍攝的 這支麥克風應該是拍Vlog的 如果要專業製作的話 可能會有其他的接駁 這支麥克風也有提到 這支麥克風也有提到 Touch的AF Touch的AF 這支麥克風也不是新的 Viu-time AF 拍片都有 它特別強調 這是專業的工作流 這支麥克風特別加強了FTP 傳送影像 這方面對於我們一般業餘的攝影師 即使是職業攝影師 如果你不是做Agent 拍攝這類製作的話 這個是對你們沒有用的 即是它有一個 Kick LAN的插頭 插LAN線 是有什麼用呢 就讓攝影師 職業的Agent 是攝影師 真是他們瘋到 可以在場地拖很長很長的LAN線 真的好像從親走線 他們很誇張的 從走條線到場館裡 連接他們的控制中心 可以即時用一個 Kick LAN的速度 傳送它拍攝的影像 這是有線的傳送 無線傳送的話 它也是改亮了 不怕說一句 有些職業攝影師 新聞攝影那方面 他跟我說 A9的FTP 真的用到它懶惰 你試過連接到它的通訊設備 結果一落到場的話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可能延長的訊號太多 經常斷 搞不定 這部肯定改良了 他特別強調 這部真是一個 專門支援FTP的數據傳送 在Better那裡 不會影響它拍攝 這是傳送 無論是拍攝JPG RAW 一樣可以在背後傳送 可以多達9個FTP伺服器 都可以預早做一個設定 這部肯定擺明是真的為了 專業攝影師 職業攝影師 我意思是自己那些 Agent 圖片社 新聞通訊社做的 坦白說 我真的不知道 美聯社 發生社 路透社會 買了多少機 問心一句 他們的數量一定不會多 那些業員發燒友 為什麼這部肯定 追著他們去做 因為假如是行內 新聞攝影 搶到他們這個 通訊社的職業市場 代表什麼意思呢 在場館裡面 大量的Sony相機 大量的Sony鏡頭 這個情況 等於二十年前 二十幾三十年前 全部都是Nikon的世界 突然Canon 搶到在體育場館裡面的市場 全部拍出來都看到 用著Canon的鏡頭 現在Sony正在用這一招 希望透過國際活動 場內 全部都Sony的鏡頭 你多威風 這真是 為了打入市場 而做這麼重手的事情 我們再給八千多塊 買這麼厲害的東西 但我們用不著 我不是想跟他賭 我只是說過事實 這些不會送的 在數字上 這些這麼強勁的東西 我們未必用得到 這次我覺得比較特別 這件事在Sony來說是新的 他就可以做一個 Voice memo 即是視頻師 一邊拍一邊 把他一些重要的東西說 例如拍攝情況 Caption 照片中的人物 即時 save到檔案裡 即時傳送 更加有用的地方 甚至可以自動或人手設定 把他的Voice變成文字 當然要用英文才行 所以這方面也是針對一些 通訊社記者做的 我的通訊社記者朋友 看見的話 當然不會是他們買的 都是那個機構買的 通訊社買不買 這部機器 所以我看到東京奧運2020 這部機器一定是推出的 真厲害 當然看上去的話 這部應該是A7R4的機身 再加上A9的特徵 當然有些新的功能 造成這部機器 防塵防震更加正 改良了的直導手柄更加正 制度改大了 操控更好更加正 OK 看看 雙卡槽仍然在用SD 支援支援UHS2 沒有設置專頁卡 這方面 其他兩個牌子 麻煩你們想想 為什麼Sony 要打你們的市場 打你們現在主導的市場 都仍然是用這隻卡 已經搞定 當然這些機器 也是會針對用家的市場 所以都是SD的世界 好 OK 這段影片 略略跟大家 率先講一下 究竟 A92 第二代 究竟是怎樣 以它現在的鏡頭 都去到這麼多的話 就真的 已經很大的競爭力了 現在 這個是BNH的網 現在已經可以 Coming Shroom 已經在訂定了 已經可以預訂了 未登 將會預訂了 幾個小時之後 我拍這段影片之後 就可以預訂了 看看機身 我們也要看看機身 手柄真的大了 就是這部機 看看這個帥哥的機身 當然 以Sony這些機來計算 A7、A9的外型都差不多 都是同一風格 OK 這些鍵是改大了 它說 所謂的 Joystick 鍵 這些操控鍵 全部都改大了 好按了 它說不停聽用家的意見 當然是專業那班 這個 早前已經漏了 出了機身 有張相片 但沒有這麼清楚 現在清清楚楚 這邊 A7、R4差不多 這邊就是A9的設計 A9、2 就寫在這裡 正面部機都是這樣寫A9 手柄真的大了 OK 相當大 T-STAR T-STAR CAL SIZE OK 用到這個 GIGLAN的線 傳送快了 OK 有避震的4K片可以拍 加上這支 24-72.8 FE G Master鏡頭 真是 夠了 正面都是A9 沒有加2字 正面 新的手柄 這就是他們的鎮山之寶 現在 他們已經出了超級遠攝鏡的話 絕對是 目標的 體育視頻記者 不過我問過一些 行內人士 雖然現在出了兩支大鏡 四百二點八和六百四 反而他們仍然覺得是 三百二點八 二百二 還在欠那些鏡 所以Sony繼續努力 出了那些鏡 這部機器也強調 防塵防水滴 是前所未有 以Sony機來算是最好的 所以絕對是 針對職業攝影記者 的市場去做的 這部機是 畫得很快 大家看不到什麼 紅色的是 所謂燒了的封邊位 另外橙色的位置 應該是有膠邊 所以這些就看了 如果我看看 Cannon Roma 都把他們的 Sony 的 整個新聞稿 都放出來 看看 意思是 第二代的 A92 就已經出了 這次已經 沒有開記者會 沒有請行內人士去看 有點失望 那 將會是相當快 和相當反應好的一部相機 都是20張 每秒20張 沒有改動的 一個寧靜的快門 一個寧靜的機械快門 可以去到10張 這是相當厲害的 上一代是5張的 如果沒有記錯 現在是10張 雙倍了 這是相當厲害的 所以 招呼一些 仍然需要 機械快門的朋友 只有10張 一秒10張 已經是相當厲害的 機身外型 重新撿得更好看 更加合乎人體力學 更加好握手 連接方面 更加正 另外 防水防塵更加正 OK 2400萬像素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失望 這個 真的 沒有什麼改 大家之前都猜會不會去到2600 甚至去到3600 沒有 都是2400萬像素 都是20張 不過機械快門快了 去到10張 如果沒有記錯 快了成倍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估計到沒有什麼改變 這部機也是14bit 這部機也是 處理快了 不是 有的 是更加寬的 這部機 因為影像處理器不同了 動態範圍更加厲害 有多厲害呢 要測試 我才知道 坦白說 現在的機器很厲害 再厲害 當然更加好 更加好 更加好 不說廢話 更加好 自營對焦更加快了 上一部也很快 這部更加快了 Nikon D6 和Canon 1DX Mark III 有沒有很大壓力呢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Sony這次出的這部機 是用了一招很奇特的 是沒有通知行家 直接放一段影片出來 我意思是沒有通知攝影媒體的行家 也沒有請記者去 他只是分了給幾個 我估計是有工作的 Youtuber去試機 直接把影片放上去 Youtube 出新聞稿就算了 完全沒有做任何的 Launch Party Plesscoin Mark 都沒有 這招是奇招 為何這麼心急 搞不及 省錢也不會省錢 應該搞不及 為何搞不及 因為真的 他可能原定等月底 在紐約製作的 Photoplus去出 但是他已經不搞了 完全不搞 直接扔出來 原因就是 是不是把資源 扔到通訊社 給他使機呢 更加重要的是 會不會D6 說了 Canon 1DX Mark III 又來 鬥快 等於賣月餅 行船生解艦 是否月餅他先賣 所以 這一代的頂級機 他先出 假如這次 如果又是Nikon D 好像以前D5 出了 1DX Mark II 出了 先出A9的話 大家可能覺得 沒這麼興奮 這次由他先出 搶個頭淡湯 是不是真的這樣 真的不知道 這段片 分享到這裏 詳細 我希望 如果有什麼補充 我在另一段片上 跟大家說 事實上 在香港時間 很晚了 我要趕著剪這段片 盡快給大家看 沒辦法 OK 就這樣 分享到此為止 假如大家看到這裏 肯定你是我的粉絲 肯定是Sony的粉絲 視頻獨拍 很重要 另外 你訂閱了我的頻道 還未訂閱 當然要訂閱 現在我看資料 看我的影片 一半訂閱了 一半還未訂閱 所以 希望你都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按下 小鈴鐺符號 為什麼呢 當你按了小鈴鐺符號 我一出新片 你就可以收到通知 另外 上高 有我的Facebook 我的Fan Page 都有連結 希望你都可以追蹤我 你可以在那裏留言給我 想我拍什麼片 或者你喜歡什麼牌子 我可以多說一些你喜歡的牌子 分享到此為止 我盡快剪片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